攻擊就說要打飛機了 這就是昨天的情況 接著我們先跟進另一件事 講講烏坎村 烏坎村 烏坎村接下來 3月3日就會有一個選舉 就是選川委代表 川委代表 川委會 川委會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就是施錦波的女兒 會出選 但之前就發生了一些事 Solo 你說說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施錦波的女兒 她有兩個女兒 今次參選的是大女兒 叫施錦苑 先說說她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她最近被學校辭退了 為什麼呢? 學校就說 因為她一直以來 出事之後 一直都叫她低調 說烏坎村這件事 直到現在就說 因為她影響學校這些理由 威脅她 不如不要做了 索性就解僱她 我看到這篇新聞之後 很厲害 因為施錦苑 她就說 這是一個解脫 對於她來說 終於不用做扯線公仔 她說 這份是一份工作 有手有腳 不會餓死的 很有骨氣 接下來 3日 剛才也說 就會選川委會 她就會割足一個副主任的職位 一個有兩個副主任 今次參選有五個人 在昨天 他們就開始了一個 叫做政綱展示會 即是他們可以宣傳自己參選的政綱 昨天就報導說 有三千人的村民 都去到他們那個 其實他們的場地 是氣棚 氣棚那裡 就是進行他們的宣傳政綱 其實主任 這次參選只有一個 就是林祖聯 所以其實他都會自動當選 一開始就聚集了這麼多人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是第一次 但是他們又不知為何 又好像很懂得玩這個遊戲 就是很明白那個規則 他們就說了自己的政綱 說到頭頭時到 又說會維護村民的土地利益 因為這也是他們當初 反抗政府和官員搶地的事情 所以他們都以這個土地權益 為他們的主要政綱 那這次他們 如果你有張圖你看到 很有趣 他有幾條Bang 叫君子之真 文明演講 規範守法 民主和諧 他都照擺這些 口號式的 雖然都不是特別極盡 但是因為這個選舉 這也是突破性 報導裡面都說 因為這次是一個民主的選舉 所以就很特別 可以說是 我想補充一下 好 第一 辭退的大女兒 薛健宴 學校原因說 公職人員是不可以參選的 是啊 同一日 是同一日發生的 他二女兒 薛健宴 演習他的演 是在學校註冊 當時 她單身作學金 被學校拒絕了 所以人們說 打壓她兩個女兒 是同一日發生的 同時間 有這些情況在 對 她的女兒受到打壓力 這個未必是 這些是 怎麼說 皇帝未急太減急 很可能是 下面的人通常最著緊 還有 這個是值得感動和驕傲 是啊 因為這次其實很完整 我看到 因為她幾個候選人 剛才我們在幾集之前跟進的節目 其實他們就選一個監察代表 選一些人來監察這次選舉 這次其中一個楊式茂 如果大家還記得就是維權人士 其中一個人 她原本是做一個選委會的主任 負責今次監察總統整個選舉的過程 她原來現在又要參選一個 競組一個副主任 她就辭退了自己 而現在那個選舉主任的職位 才去選 他們這些制度 雖然之前沒有 但是他們又很懂得去處理 而且今次也是盡量 因為其實政府也有繼續打壓 或者壓制傳媒 但是因為今次實際報導的傳媒實在太多了 今次政府也沒有再強烈地阻止傳媒去採訪 他們終於可以在這個環境之下 可以做一個更公平的選舉 這個雖然當然烏陷有這樣的成效 當然是抗爭帶來的 所以一定要抗爭到底 有些事情不能夠說 不能夠等個恩賜 一定要跟他衝 也要有犧牲的心理準備 而雖然烏陷村這個狀況就是 用了一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方法 所以才可以換取到這個空間 但是這個呢 我要講一個原理就是 我是不認同那種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做法 但是在烏陷村這個狀況實在太艱難 如果我們在烏陷村這個狀況來講 就套下來我們香港來講 譬如近日打這個小英子選舉 那方面 我們都經常說 我們不要只反貪官 我們要反皇帝 我們要反制度 我們要反整個體系 那是因為我們香港理論上 要走得人前 別人很多 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反中亂港的基地 你都要有反中亂港的 我們環境很不同 我們要反中亂港的自覺性 我們跟別人的環境相當不同 別人這麼艱難的狀況下 用了一個權宜的方法 都能夠拼出一片天 都能夠拼出一片天 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如果還是滿意 委屈接受這個小英子選舉 又或者在一個 鳥籠式的假民主制度下 這個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是 希望烏陷村能夠 帶給香港市民一些 一些教訓 鼓勵 以及一些參考 我不是說 當然它整件事發展內會是怎樣 都是有待觀察 會不會有七號選將呢 選舉之後傳媒撤走了之後 究竟會怎樣 是的 還有這個不反皇帝的做法 究竟是否可以維持得長遠呢 我是有保留的 但是能夠爭取到這一步 起碼是一個起步點 但是這一種起步點 就不是劉慧卿他們說的政改方 還是稍為 叫做 起碼走前一步 人家真的走前一步 你就退後一步 還有人家死了人 你就多買兩件衣服 劉慧卿 不要說相提並論 這個是不能夠類比的一件事 這個我們繼續關注 希望有更多傳媒可以跟到尾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做文化環節 很久沒有做文化環節 講講一個很久沒有講的題目 講講一個講晚的題目 由星光大道的選舉結果 從而引導的近日一本 買了沒有 這個鐵盡中環 買了呢 好 我們待會講講這個題目 你好 你好 又是我艾力仔 跟大家介紹有什麼優惠 很多人都會喜歡跟朋友 在網上分享自己拍的美照 用手機拍當然是方便 不過相片的質素未必夠美 但用相機拍的話 要用電腦才過得到相片 不夠即興 如果相機和上網二合為一 就沒問題了 Samsung SH-100 1480萬像素數碼相機 創新Wi-Fi分享功能 可以即時將你拍的美照 上傳到Facebook等等的網上分享平台 原價1890元 現在可以用接近半價的價錢 988元就可以買到 好了 還快一年保養 免費送貨 還送三腳架 相機袋 保護貼 等等必備的配件 你都快點買一部 Share你的美照 每天買東西便宜一點 聲明網購熱買流行網 是由香港人網大達地 Chigo City團購網餐助播出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首節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嘗 www.2399-0812.com 知識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送陣給山區學校的兒童百科傳書 結集三千多名學者 花上七年時間編制移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 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受惠學校 每一套兒童百科傳書 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 還會回陣內陷十四套 《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給參與者 請將全款收條 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新2338-0633 或電郵至aardf.lavigator.com 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 www.h-a-p-p-y-h-a-r-i.com 《文化環節》的早朝天下 《香港漫畫星光大道》 這就是《文化環節》之前追訪過的一個題目 都做了三集節目 不是要做四集 好像做了四集 是不是?SOHO?我忘記做了 兩集張漫友 張漫友做了兩集 仁哥和楊先生上來做了一集 後來他們又再回應 做了四集 結果終於出來了 我們都網上不斷動員大家去支持鹹球 鹹球當然是落選的 選特首的時候我都叫你選我 你不要選 你選不到 出來了結果就是講一下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十位本地漫畫家 即是十大 十大是哪十大呢? 排名我猜是不分先後 上官小寶 小黑 黃澤 即是老夫子 黃絲馬 即是牛仔 李智青 李惠珍 李惠珍即是十三點 馬詠成 不用說了 黃玉郎 劉雲傑 麥家碧 麥家碧 麥家碧即是麥兜 好了 之後呢 就有選選了二十四個本地漫畫角色 即是會立碑的 這幾個會造像 分別是有 十三點 黃小虎 牛仔 白貓黑貓 老夫子 老少女 Stella蘇 OK 即是現在報紙有連載 暴經雲 大家認識吧 這樣 遮了口 又不戴 沒錢買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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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的時候 唯有這樣坐著 又沒錢剪頭髮 沒錢剪頭髮 沒錢剪頭髮 又冬 下床的時候 又不放在肚子上 戴上皮 也有 接著就是 李小龍 李小龍就是上官小寶 經典作品 李小龍 李子達的K 阿狗 阿狗就是阿和仔 現在風神記的主角 就是那個主角 薩華真 金小文的《太公佈》 其中一個角色 這個厲害了 汶天 神兵元旗 這個我要停一停 待會再討論 華英雄 馬榮成 中華英雄 許樂 就是百分百感覺 劉雲傑那個 馬仔 我的低能之道 很好賣 沒我置疑 海虎 肥良 還未發明影響到 郭靖 李智青 射雕用轉 這個要停一停 壽星仔 上官小強的壽星仔 然後 龍神 幽福龍 麥兜 麥加碧 然後陳浩南 我們最喜歡 古惑仔 牛腦 寮元火 即是火鳳寮元的主角 龍貓 就是小黑經常畫的 紅貓 就是龍貓 另外就是顛當 顛當 就是由顛當創作 好了 如果去講 首先我們講幾件事 投票結果 以及最後經過所謂專業評審 出來的真實結果 當然是有很大的落差 投票結果裏面 最高的應該是 這個 貓十字 不是 最高的應該是 老夫子 老夫子是第一位 但是 由2至6 由2至5至6 都是貓十字的角色 都是貓十字的角色 就是不明騎士的角色 貓十字的角色 然後呢 第七位 就是我們的功勞 我們推到咸球 推到上去十大 第七位 我忘記是第六還是第七 總之很厲害 由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只有幾票 推到現在幾百票 近千票 當然我們的動員力很強 但是有時候動員力 不會帶來任何實質成果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賣 但是我們突顯了一件事 就是說 就是說 那個投票結果 跟實質結果的差距是很大的 這個大家有看過的節目 我也跟他們說 我說 其實這些東西 你要做一個 譬如做博物館 你要做一個 大家認同的 這麼多角色 那你就選擇 你有時候選擇 你有時候選擇有幾個標準 第一就是說 你可以從 他真的很好賣 但是 如果你只選擇好賣的那些 如果選擇好賣的那些 照計有些是不應該入流的 有些是 例如K也不應該入流 利智達的 利智達的K也不應該有在 K以消量計 不知道什麼 你真是大小 K也是一個經典人物 不過 如果你要我選擇 利智達的經典人物 我又不會選K 屬於哪個年代 我又不會選K K是 K是 我想 六七年前 即安時不在這裡 你不在這裡 不是香港 你